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事件 我是主持梁君宇 身邊有蕭穎青先生及C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剛剛過了雙十一節 很多事都聽說很便宜 但非常不幸股票也便宜了 因為這段時間有一個反弄斷法指南推出 令很多科技股由踩得慶合合突然大跌 浩德有沒有影響C基金你怎樣看這件事 反弄斷法的消息一出 主要影響的公司就是平台經濟公司 這段時間大家都知道 新經濟科網公司裏面 做平台是比較吃香的 香港大家比較熟悉的ATMX 無論是阿里巴巴、騰訊、美團等等 都成為所謂封眼的位置 尤其是星期一、二的時間 消息一出 很少有地的股價都達到幾厲害 我們之前都說過 其實我們都挺看好新經濟的 雖然說倉位不算過分地高 不過始終影響有少不免 不過我們覺得這件事 都是一個比較短期的情緒上比較差 一夾雜著 星期一、二的時間 其實不單是香港或中國的科技公司 受這個消息影響 全球很多科技企業都因為疫苗消息 有些所謂的進展 所以新經濟的公司 股價上都有點受惑 不過幸好 你見到這個禮拜 多短線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至於具體地 這件事究竟有多大影響呢 其實現在如果大家熟悉國情都知道 具體的政策文件出來之後才知道 因為這些可以很大 都可以放得很小 早兩年 譬如說國家不想大家沉迷打機 如果文件出來的限制大 我想很多公司都要跟從國家的政策 可能他們的經營方式會有影響 現在我自己的判斷 都是有少少言之上早 我自己都覺得這個政策出來 都是有一些對整個政府的看法的改變 因為中國之前一直都是支持創新 支持科網的企業 每樣都說要互聯網加 好像互聯網加什麼都行 但是互聯網 無論中國也好 在國際也好 其實它都很壟斷 他們的營運方式 在開始的時候 都是先做規模 先戰令市場 不惜打架架戰 增加行業的門難 令到那些小的做不住 都淘汰了 才他們可以有話語權 有定價權 那時候才賺錢 以前的人說中國的壟斷法 只是用來對付外國公司 很少對付自己 這一次是中國政府首次用反壟斷 來對付自己國內成長得最快的一堆大企業 所以對這件事有點震盪 之前螞蟻上市被叫停 都可能跟螞蟻的規模 去到大到 如果一旦出事會影響整個中國的金融安全 都有一定的關係 我們自己在內地做的生意 其實都很受那些平台公司影響 他們是差不多在市場戰有率 一去到高的時候 去到一半 很高 他們的規矩 你不跟隨 你都很難生存 所以他們的好處 當然現在這些新上來的公司 都是在科技應用方面 數據應用方面都很先進 還有他們的新的領導人 都是紅材偉略 對行業帶來改變的問題 一個市場如果被一間公司壟斷之後 以後就失去了多樣性 失去了競爭 長遠是未必有好處的 我自己經常都問國內的同事 為何你們有壟斷法 但很少有人去告 告都沒有用 政府未必理會你 這次政府主動會採 還在收窄意見 我相信對整個國內的 互聯網公司的心態環境 將來會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股價作出調整 我覺得都是合理的 詩先生你覺得這件事 其實對國內的經濟多元化 可能是一件好事 長遠是好事 對現在 剛剛葡萄那些公司本來以為紅谷章志 可能就沒有那麼好事 他初所以為政府會由得他坐大 我最初的想法就是 大陸可能由得這些公司坐大 將來就管一間公司 好過管整個市場 但現在看政府的取態 可能會希望市場留下一定的多樣性 剛才浩德你也提及過 暫時未有細節 根據C3說 可能中長期科技股的股值會有些影響 你會否認為投資者也要小心點 我覺得這個反垄斷法 其實都不單是國內出現 其實美國科技企業都很厲害 美國都有反垄斷的消息出來 美國有這些法律 但似乎對科技公司都忍受 他覺得這些是生生的事物 是未來國際競爭 一個competitive edge 這把是我用來殺敵的刀 我沒有理由拉住它 所以歐洲反垄斷 因為那些公司是美國公司 美國公司覺得有它殺出去 控制整個世界,不動它自動 歐洲說,你個個都殺人來 我們的人民就受到制約 所以取態不同 但我相信長遠來說 美國都會 如果說特朗普之前都說過 對很多間公司覺得它太大 其實早一兩個月 美國國會都出了一份 百多二百頁的文件 去檢討國內比較大的科技企業 當然,股票市場就震盪了一兩天 之後沒有具體影響到它們運作的消息 大家都忘記了 中國的反垄斷法 明明不可以不顧成本 低價去搶市場 但是,Amazon也是的 收購了那間專賣的食品 類似超市 購買回來後,它說 什麼假日,就是什麼假出 不是搶生意嗎? 日貨價就是出貨價 它不用成本,不用創租,不用運輸 不用請人 這些很分明是掃走行家的行為 國內外,情況都差不多 其實我們說反垄斷法時 都集中說大了幾間ATMX 我們之前提過,另外一間公司貝殼 似乎試驗率很高 會否影響房地產代理的生意 我剛才提及貝殼這類型的公司 其實都是靠壟斷 來建立它的位置 建立它的華語權 一般來說,當壟斷地位高的時候 收費都會增加 很多時候,最初便便宜一點 例如內地,最初是 每邊收一個傭,像香港那樣 但現在,在北京 他們總共收2.7% 在上海就收3% 所以一些公司壟斷市場之後 它便可以有定價權 消費者可能要付出代價 另外,他們很多時候 為了競爭,加工資 表面上,當然是 打工仔得益 又加勇,又加底薪 但當他們有了話語權之後 將來,他便 搓圓禁扁,有得他做 影響未必只是大公司 可能是全部行業都會有影響 浩德,剛才提到雙十一 雙十一,今年疫症影響 但銷售額都非常高 我們剛才提到的科技公司 基本上都有參與這個 促銷活動 你怎樣看今年的銷售數字 是否會值得 投資者再多點憧憬 未來會繼續買多點東西 其實今年的電商大部份 出到來的數字都不差 按年有些可能增長八成 當然,今年的數字比較難直接比較 因為現在雙十一的活動 其實都是一個人為的節日 一開始就是11月11日 但其實現在可能是 由11月初已經開始 整個節日 即是推廣的活動比以前長很多 但整體來說 我們見到其實那個銷售 大部份都做得不錯 無論是賣運動服裝 賣手機等等 我們見到其實 反映了國內的消費 都是強勁的 通常這些雙十一節 那些平台公司是會和供應商 談好一些條件 雙十一是我的主打節目 影響到我很厲害 影響我和對手的競爭 影響我的股價 一定要破紀錄 一定要破紀錄 你有什麼 益我們的消費者 製造兩隻最好賣的 今11月11日 大更加 他就逼人家 大更加 買好東西 他就事前一早做宣傳 有一堆貨 下價 等你沒得賣 上去 11月1日才有 儲存 一起去 消費者 去年試過 11月1日 又便宜賣 真的便宜很多 通常還有補貼 一般營造出來 可能會有一折三虛的情況 購買完 有些消耗性的 消耗員又會再用過 有些投資性的 買了可能 未必買 一隻隻產品 浩德提到補貼 剛才一間公司司機金持有 拼多多 出了業績 非常之好 可否品評兩句 浩德 其實我們司機金一路都持有 我和詩先生之前有些字幕都說過 都說過股票 如果很簡單說一下業績 市場簡單一點就很開心 很收貨 昨晚 星期四晚 他出現業績 股價一晚都升了差不多20% 創新高 但最主要有幾個亮點 第一就是 平台人數 之前 都是所謂壓迫淘寶和天貓 最新的平台人數已達到7億 基本上 阿里巴巴可能差2千萬 可能購買產品的人 收入水平低 因為他們以往的主打策略 所謂下沉市場 三、四線 一、二線 沿海城市 發展都比較成熟 現在比較大機遇都是下沉城市 下沉市場 其實在中國未來經濟發展 仍然在上位 將來應該是 樓價推薦 下沉至中層 很值錢 上面那些可能有些去到頂 下沉城市做得比較好 所以 他在那裏殺出重圍 其實之前 他崛起了自己五年 其實已經令到阿里巴巴的壓力很大 阿里巴巴今年都因應著拼多多 要做一個所謂的淘寶特價版 如果說回拼多多 他的威力就是 他在攻佔了市場範圍 立國內有7億人是他的用戶 之前有些人都擔心 他單單透過所謂的8億補貼 貼錢、燒錢去吸引客人來買 因為他買的東西真的便宜很多 問題是 那些人能否轉化為真正的生意 長期留在這裏 結果這次他的業績都出來了 以前大家只擔心所謂的GMV 每一個客人去用的錢 現在相對阿里巴巴 每一個平台的用戶 金碼都是小的 大約2千元左右 在阿里巴巴可能8、9千元 中間有一個距離 一來是因為檔刺 二來因為他的平台 歷史都比較短 即使是這樣 其實他昨晚出來的 比較重要的亮點 他竟然可以賺錢 大家覺得 他以往單單透過8億補貼 去吸引用戶 但其實一停止補貼 或者整個動力停下來 就會露餡 即使有補貼之餘 他仍然達到一個盈利 大家對他經營的方式 可能覺得比較可靠一些 另外 以前 阿里巴巴對他的 針對性是比較少 所以人們以為阿里巴巴 一出手去制約他 他未必能堪得住 但最近其實阿里巴巴對他 都出手去搶他的市場 但他一樣維持到 還有增長 所以 其實是 真是有競爭力的 這間公司 雖然他可能近來股價創新高 已經美股去到130元以上 那會否你都認為 浩德認為C基金 都會繼續持有 甚至會買更多 當然 昨天出了好的業績 股價反應都比較大 你要高追 都要承受回吐的風險 但我覺得 看一間公司 你如果真的覺得 他的發展 和他的競爭力強 應該是長期持有 應該是比較著數 說完中國 也說一說美國 因為除了壟斷法 影響了股市 或者科技股跌之外 其實剛剛錄影以來 美國出了一個禁制令 或制約 就是禁止美國的居民 投資31間中國的公司 因為這些公司 可能中國的解放軍有關 師先生 你怎樣提 你為何特朗普的政府 可能都去到微星 雖然現在暫時未知結果 但仍然出那麼多招 影響中國 長遠 他就要跟中國 基本上跟你切割 他認為之前 跟中國很多交往 就造就了中國 還威脅美國 所以他現在 要減少跟中國的交往 不讓中國 在跟美國交往裡面 獲得好處 但做這些事 其實是對美國 都造成傷害 當時他就說 不讓共產黨員去美國 不用不讓共產黨的錢去美國 結果其實就影響很大 因為大陸富起來的人 很多都是共產黨 民企很多以前 國企management buyout 變民企 朱鎔基年代 叫官員下海 官員下版共產黨員 下海就做了企業 如果你說 不讓共產黨的錢去美國 不讓共產黨人去美國 美國的金融市場 少很多 本來這些東西 其實好像打擊中國 最後益了香港 錢去不了美國 不是來香港 美國其實都有人 繼續投資 因為有一些美國人覺得 中國現在是經濟復甦率最快的地方 經濟動力最強的地方 他當然想要投資中國 包括MSCI的指數裏面有中國的比重 現在Russell的債券基金 又有中國的比重 那些基金經理 要拿這些指數做Benchmark 所以裏面一定要買中國的國庫債券 你一樣要買人民幣 所以一個貨幣升不升值 看國家的經濟發展 一個國家值不值得投資 他都要看國家經濟有沒有增長 你不讓美國人買這些公司 美國可能買了美國人去買歐洲的基金 歐洲基金的轉手就去買了大陸的債券 或者股票 繞個圈就可能隱藏了 當然你說,我會鎮得你很實 鎮得你很實有行政費用 你又阻礙美元投資的範圍 如果持有美元 這麼多東西不能投資 美元就沒有價值 我記得施先生提過他的名句 資本就無祖國 他一定想辦法 你不要逼他背叛祖國 雖然對美國都有損害 但股市立即反映 例如其中一間中移動 今日股價跌了7.5% 何德,你怎樣看這件事 會不會長期對這些企業 甚至乎更多企業會受影響 還是一個短期事件 好像剛才我們說的反壟斷法 跌完後很快會彈上來 因為始終是一個政治事件 尤其是這個政治事件 是特朗普出牌 以往比較理性的分析 其實沒有什麼用 只可以這樣說 始終市場對這些制裁 開始已經慢慢淡化 中移動今天單日影響比較大 但我覺得 某程度都是一個 傾向是一個小藉口 你說是否會因為美國制裁了 令到很多資金不買中移動 我覺得真正的具體資金流向 影響不算那麼多 我除了私基金和PICTUS合作 我也有其他的投資和基金經理合作 都是中國概念基金 照我感覺過去五年 美資、歐資已經不買中國概念 已經一早撤離中國概念的投資 所以你現在再說 其實都不是投很多 你最怕投了很多 現在說要走就影響重大 不是很多人買中移動 外資買中移動的不多 還有特別的問題 這個政策或制裁禁制令 其實是一月初才生效 但其實新政府 即美國一月二十日應該是換屆 盤算的是什麼 純粹是一個姿態 還是真的特朗普認為自己會流得低 特朗普現在都沒有認輸 事實上我上次都說 美國都未開始選總統 美國選了一些選總統的選舉人 而我昨晚才跟一些住在美國 很多年入了美國籍的華人通電話 他們覺得香港人被欺騙 他說特朗普贏硬 你們不要被錯誤的消息所影響 我說什麼你這樣看 什麼你這樣看才真 你都搞錯了 所以我怕有很多人以為他還會選 你不知道什麼 很多選票都是假的 特朗普的選票就被人丟掉 拜登那些 找一個人踢了幾十張 有人負責踢很多下去 有些人他都是住在美國 他拿到的訊息 結果可以跟其他人完全不同 這件事都令我覺得有些奇怪 可能真的到時出來有變數都不頂 其實這個話題我們上次討論之後 上一集都非常多留言 看法都相當是會不同 不過我相信 這方面市場風險其實仍然存在 投資者如果純粹是誰選總統下注 暫時都要小心 今集時間到此 大家對司機今天有興趣的話 去我們網站或打下面的電話 都可以向我們查詢 我們下集再見